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第二组家庭 普及医疗知识的医护大家庭 今天咱们台上的另一组家庭呢 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 大伙都认识了 有两位医生 也有两位护士 这四个人呢 不仅用高超的医术 旧人 而且他们还致力于 医疗知识的一些传播 在这儿就一定要提起一首歌 是由场上的陈医生 和秦医生自己创作的护救歌曲 叫做白金十分钟 我要告诉大家 这首歌在网上的点击率 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也就是说 咱们国家一共有两千万人 因为这首歌而增加了护救的意识 掌声送给这一家 那这个白金十分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救助歌曲啊 白金十分钟呢 主要是讲 在那个出现 心跳骤停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一些技能 去给他在最宝贵的时间 进行一个抢救 可能在医生没来的时候 我们要紧急救治啊 对不对 心跳停止18秒 我们大脑就缺氧 两个眼睛就黑蒙 停跳30秒 我们大脑就昏迷了 大小便失禁 超过一分钟 大脑细胞就开始死亡 超过六分钟 全部脑细胞都死亡 而且不可逆 直纹 对 大家想一想 即使咱们这个出事地点 距离医院很近 即使这个120出诊 特别迅速 我们就是把这个病人 送到医院 估计十分钟送不到 对 是 所以结果呢 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希望现场 就对病人进行 这个经费复苏 只有这样 才可能挽救一条生命 赶紧地把这首重音的歌 赶紧交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块学学 胸外按压最重要 两手相别 用脚跟 胖身手不正中间 肩膀直直要用力 每分钟刷一百次 按压三度五公分 十四个按压三十下 然后开始呼吸 一手压额头 一手脱下颌 开放气道很重要 黏住鼻子口温折起 三十次按压 声音感受尽 这个笔记不能忘记 两分钟数万做五次 摸下盒子盒听着活动 他说没动 我们就继续 一直做到救护人员来 大家夸他们写频道 一条生命就回来 他们却说关键是 你们要白金十分钟 学习白金十分钟 希望大家够能记得 情分复苏很重要 关键时刻 把他求回来 好吧 谢谢 谢谢秦医生 我今天